三重医院急诊序外 人愁大爆满 仔细看都是家长带着小孩 着急的要来排队裁剪 原来新北区一所幼儿园 传出确诊 时辰家长收到通知 就怕孩童染疫群 急进医院裁剪 但这一等竟从晚上 等到半夜将近五个小时 就怕人多场面混乱 家长紧紧劝着小孩 用人抱着孩子边安抚边等待 等健保 我已经等了五个小时半了 不少学童遇到自己的同学 在医院外开启同学会 但有小朋友等到睡着 只见家长抱在怀中 在医院外苦苦等候 还有祖父抱着小班孙女 站在寒风中排队 因为裁剪站挤爆 现场早已瘫痪 幼儿园因为有幼儿确诊 因此在昨天我们列阁 310人接受裁剪 实际到场人数有400人 签检验结果280人 都是阴性 三重治所幼儿园大门绳索 从17后开始紧急停课14天 原来一名任职旅行社的女子 13号带着就读幼儿园的 4岁儿子出席餐厅聚会 又到KTV唱歌 两人被狂烈后都确诊 群聚还蔓延 恐怕收紧幼儿园 才刚开学端端几天 就爆出确诊停课 也让实际家长流行重重 解一位林张妹子 采访不懂 10号带说 11号带说 10号带说